嬴政原来这么帅,难怪可以带领一帮帅哥统一七国。 这一名御史,奉王尼之命,集送一封密集出运,这名御史是王尼的新兵,但你却谎称,他是受益于上帝子之名,他所牵制马,四足强健,视为快马,但体型较小,耐力有限,如此战马适合速去速回,却不能长途跋涉,此信真的要送往八百里外的咸阳,这是其一,其二,你此前在我面前, 展示王尚密集,信尖上确认王尚密集,应该是真实,如此重要的密集,你应绝对保密,在你确认信中内容之后,就应该立即烧毫,以防戒,但是你,不仅随身守守,还将密集向我走,展示之后,却急于奋毓,显然此信,是特意保留给我看的,这只有一种解释, 信虽然是真的,但其中的密令,却是假的,第三,军营内所有公文,都记不在来,我查过了,七日之内,并无来自咸阳的公文,如果这封信,不是从军营外送来的,那就只可能,诞生于军营之内, 此信,带有王尚印信,说明密信,确实出自王尚清,而王尚的艳章,必然随身携带, 所以也就只有一种解释,王尚此刻,就在这种军营, 一期里来,唯一介入军营的外来者,只有十几位女子大人的车队, 车队之内,却有一身份不明的上公,而上公子身旁,偏偏还有王尚的首席剑术降失, 以此,结论也必然只有一个, 上公子,就是当今王尚, 王尔,你设计骗取王尚亲笔密信, 却假传圣意,派出一时送信, 不过是演绎出假戏给王尚看, 蒙诗一呼,又出了一位少年棋子, 王尔,你最后问你, 你是宫天卓座的老舅, 八千代, 你为何又会叛叛, 你代我,王尚, 八千代,万军, 我当, 来几个, 赵王兵, 很赞 武汉军已空间三死 找攻不及尼尔之大 尼尔 武汉军反对四合 明敌尔王 一生未尝白际的名将 却死在了一场从没参与的战争中 武汉军 你一副黄泉 我将 生死相随 自尽 李斯 我既献为难 你却毫无作为 李斯为王乙所邪 虽可以此明智 却欠上公子于为难 成交班纸的出现 说明王乙与罗网关系是一 上公子与葛先生却不知情 所以李斯必须苟全性命 引诱王乙露出破绽 若能将其从上公子身旁引开 此计甚了 不要你一人前往 王乙恐有一心 与其为了尽忠的亲民 毫无作为的死去 宁愿背部部中的污名 向王上示茧 保留哪怕一丝生计 此前葛先生不带佩剑登台 我已料成能签证 必有作为 没错 签证大人此前应闯上公子仁杖 在下便发觉 大人不带王乙的计划之内 我会亲自为先生保管佩剑 所以在下选择相信大人 先生果然精通实变 看出蒙田心中所想 如大人确有杀心 上公子未来 就可能少了一人猛将 谢先生手下留情 很好 我身边能有如此能臣至架 何愁大事不成 将王仪灭三族 此事自升迁过城中 所有追剑 保剑 何准之人 一律严查 好 好 好